四个光着身子的俄罗斯精神小伙 被全副武装的苏军士兵给包围住 原来此刻的他们 已经莫名其妙穿越到了二战的苏德战场 带头的老兵认为他们来历不明 就命令手下将他们带回营地 四人中领头的提醒光头哥 遮住手臂上的万字纹身 以免被荡成内粹分子直接枪毙 到了苏军营地后 上尉二话不说 想按逃兵罪将他们就地处决 领头的听到吓坏了 连忙向上尉解释 我们从未来而来 打赢了这场正义的卫国战争 将红旗插在了柏林国会大厦上 善良的老兵顺着台阶说 他们可能是被炮火炸成了脑残 虽然说得很好听 可也不能在这里胡言乱语 这时一个士兵把 将他们落在湖边的证件送了过来 上面写着详细信息 他们均隶属于131军团 可131团在几天前已经被突围 几乎全军覆没 现在来看 这四个士兵是唯一的幸存者 老兵也向上尉求情 解释他们可能是战后创伤应激综合症 并不是逃兵 尚未见状便放了他们一马 让他们从此就跟着老兵 老兵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的老班长 给他们带去了干净的衣物 回想起来 他们一天前还是四个游手好闲的莫斯科男人 仅一御时开着吉普车兜风 现在竟莫名其妙穿越时空 来到了这样人命的战场 大概这就叫报应吧 原来他们专门靠挖掘二战古墓为生 昨天他们再度得手 稍稍动了几下就挖到了二战先辈的遗海 这个地方以前是个指挥所 他们在那发现了一个女医生上尉 还有四具普通士兵的尸体 桌上还有一块手表 指针停在了6点42分 这就意味着这些人在6点42分死去了 更令大家高兴的是 里面还有一个完好无损的保险箱 里面有一把苏质手枪 还有几枚徽章和一箱子弹 这下四个人可以大捞一笔了 几个人买来福特加和食物庆祝了一番 这四个人中有个名叫博尔曼的大学生 是学考古专业的擅长盗墓和得语 他能带领团队在两个月内挖四个坟墓 简直是个目的探险家 那些喜欢收藏的外国人很愿意花大价钱 买这些二战军官的荣誉徽章 而光头哥一直跟着他在混 失落榜美术身为偶像 将我的奋斗奉为圣经 另外两个黑头和四眼基本上就是个玩卡 不喜欢正经工作 却乐意和他们绞在一起 黑头从遗址中拿出了一块先烈的头骨 毫无尊敬地将其插在木棍上 准备玩射击游戏 要不是博尔曼及时出现阻止 他们就犯了大错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呼声 一位村庄的老奶奶从森林深处走了过来 似乎非常熟悉地为他们盗起了牛奶 博尔曼想付钱 但老奶奶却没有收一分钱 只希望他们能找到他在战争中战死的儿子 名字叫索克洛夫 燕河上课有为了革命的忠诚字样 虽然老奶奶慈祥和蔼 但他们只是敷衍地硬着 甚至有些讥笑 但老奶奶走之前还告诉他们附近有个湖 可以洗去身上的污泥 回到原来的地方 博尔曼打开保险箱里的物品仔细观察 但这让他们彻底震惊了 那些死去士兵的证件上 无一例外都是他们的照片 只是名字不同 毫无疑问上面的人就是他们自己 难道他们盗墓挖到了自己的坟墓 这简直让大家难以置信 开始怀疑是不是喝了贵州毛坑 眼睛看花了 于是他们带上证件 一路狂奔到老奶奶提到的湖 想让自己清醒过来 但当他们潜入湖中 不仅湖水温度骤降 外面也开始连番轰炸 子弹几乎擦着身子过去了 大家非常慌张 像逃命一样游向岸边 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 就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用枪逮住了 他们抬头四处张望 发现是一群全副武装的人 穿着前苏联的军装 原来此刻的他们 已经穿越到了1942年 正处于敖战中的二战时期 博尔曼看着手表上的时间 知道他们所处的时代 虽然他是个历史迷 但在这危险的地方 他毫不犹豫地想离开 心里只想着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 然而当老班长 带着漂亮的女医务兵妮娜过来 给他们检查头部时 四个人瞬间愣住了 被如此大方美丽的护士姐姐给迷住了 他们完全忘记了 自己身处危险的环境 就在这时 德军的炮火突然爆炸 众人赶紧握脑在战壕里 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周围的士兵立即展开反击 战场瞬间变得火爆起来 步兵和机枪手装上子弹 开始猛烈射击 即使面对如怪兽般的坦克 妮娜也毫不犹豫 她匍匐前进去营救受伤的士兵 博尔曼也不忘先殷勤 她前来帮妮娜一起抬着伤兵 战火在狙击手精准的子弹击中坦克后 逐渐平息 迫使德军节节败退 博尔曼抓住机会 在士兵们的乌拉呼声中 她勇敢地亲吻了妮娜 而妮娜也毫不示弱地 给了她一个大逼兜子 这场残酷的战役刚刚结束 子弹和炮火夺走了年轻士兵的生命 而年长的班长将亲手埋葬他们 也为了缓解士兵们的紧张情绪 妮娜在首风琴的伴奏下 深情地演唱着俄罗斯民歌 黑头和博尔曼也被歌声所感染加入其中 一把吉他一台留声机 给1942年的人们带来现代音乐 听得士兵们拍手叫好 虽然这一天有惊无险 也与士兵们相处得很好 甚至还有美丽的女衣物兵 但他们终究是属于未来的人 这地方不适合娇贵的自己 四个人在夜色中返回湖边 一个个跳入湖中 在湖里游了好一会儿 冰冷的湖水并没有变温 他们没有回到未来 却等来了老班长微笑着看着他们的景象 尽管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像逃兵 但老班长没有过分惩罚他们 只是让他们第二天去削一吨的土豆 眼前突然出现一位熟悉的老太太 手里抱着像骨灰盒一样的瓶子 几个人像见到救星一样 像老奶奶醒起了虔诚的礼拜 老奶奶被吓得不轻 完全听不懂这群年轻人在说什么 幸好一位新兵过来解围将老太太救走 原来这位老奶奶并非他们先前遇到的那位 但他们想起曾答应过他要寻找他的儿子索克洛夫 难道只要找到他的儿子就能回到未来吗 不想那么多 他们赶紧去问老班长队伍里是否有这个人 果然他的儿子就是这个军队中的人 但不幸的是 他几天前出去执行任务 到现在还下落不明 随后大卫传唤了他们 几人的异常行为引起了他的注意 怀疑他们可能是敌军派来的间谍 为了证明清白 大卫命令他们跟着老班长 今晚悄悄潜入德军阵地 活着一个舌头回来 执行任务前 他们的士兵正被锁在保险箱中 等到夜幕降临 老班长带领着四人捡开防护网 匍匐爬行至德军哨所附近 偷袭一个正在休息的德军士兵 但遗憾的是 几人终究是个新兵弹子 没有及时制住他 让他发出了声音 很快其他德军发现了他们 并开始向他们开火 他们扛着舌头迅速撤退 老班长决定为他们争取时间 一员一枪留下来掩护他们撤离 老班长向博尔曼询问战争 何时会结束 当他回答1945年5月9日时 老班长释怀地笑了 在这一瞬间 老班长愿意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他的孩子们将不再受战争之苦 将生活在和平年代 老班长用尽最后一口气 为他们争取了时间 可即使老班长牺牲了 但最终四人还是被德军所俘虏 拷问期间 由于博尔曼通读古今 德军办公室瞬间变成了百家讲坛 博尔曼不仅一口就叫出了 对面德军上校的名字 叫做博尔霍夫 还说出了苏军胜利的日期 以及上校以后的个人经历 他会在43年被俘虏 48年回到德国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日后写了一本关于二战的书 并获得权威的文学奖 虽然不知道博尔曼所言是否属实 但着实引起了上校的兴趣 将他单独留下陪谈 博尔曼久过三巡之后开始上头 提前透露出了 不久之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略部署 他们的红军将如何沿着福尔加河 一路攻破德国战车 占领柏林 希特勒也将在地下室中引弹自尽 甚至还说法国也将骑在他们头上 索性上校觉得他就在胡言乱语 根本不相信这番话的内容 要不然二战的历史走向 将要再次改变 博尔曼被直接送回了牢房 牢房里还有另外一名苏军士兵 他浑身伤痕累累 经过一番了解后 几人发现这个人正是老奶奶的儿子索克洛夫 烟河上果然刻着为了革命的忠诚的字样 让他们兴奋不已 在交团中索克洛夫向他们透露了自己挖掘的地道 虽然他已经无法行动 但希望他们能够带着他的烟河交给妈妈 四人趁着夜色爬了出去 索克洛夫为了掩护他们被守卫打死 他们成功地返回苏军阵地 之前已经培养了感情的妮娜 见到秦王博尔曼活着回来更是泪流满面 趁着进攻前的时间与他好好相聚 然而他们的好事被情敌眼镜男打乱了 被尚未处罚在地下室待了一夜 无法提前返回未来 次日随着枪声响起 最后的总攻开始了 尽管博尔曼等人知道战争最终会胜利 但面对真实的战场 他们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 他们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跟随大部队冲向前方 手表上的时间一点一点靠近六点四十二分 博尔曼看着妮娜和其他士兵 带着中枪的尚未进入指挥所 他这时才明白过来 将要死去的不是他们四个 博尔曼拼命地呼喊自己的爱人 但战场的炮火掩盖了他的声音 他只能无奈地看着爱人被炸死在自己眼前 悲伤不已 然而他看着身边的战友和先辈们一个个倒下 博尔曼将悲痛转化为力量 与其他伙伴勇敢地冲向敌军堡垒 成功地摧毁了德军的火力压制点 其他红军健壮一拥而上 在一片乌拉的声中击败了德军 但眼镜男不幸重担 他们背着眼镜男一路奔向湖边 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下就跳入湖中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能感觉到周围水温上升 眼镜男也恢复过来 几人沉浸在温暖的阳光中 享受着久违的宁静 然而他们也陷入了失去爱人和战友的悲伤之中 光头哥甚至拿起地上的石头 在手臂上滑去万字 尽管他们活着回到了未来 但先辈们却永远死在了过去 回到熟悉的莫斯科广场 四人看着这些无知的光头党 不懂先辈们的无畏牺牲 迷信耐粹 无所事事 但他们曾经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享受着先辈的成果 却又随意践踏着先烈们的遗迹 视为玩物 视为商品 电影里可以是精神小伙的一次历史 虚无主义梦幻式的打破与觉醒 可现实中 却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正确教育 才能缔造出一种正常的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